利用噴火腸做出國食國營的寶雷劑品 今天可以呼吸行動 難道國營以及某種可能非常危險 在這段時間以打掃上店家 創作寶雷出港的 雖然這段出港的創作過程非常辛苦 但以說因為非常加以寶雷劑品 希望分享這段技術 讓來到這段時間的國內外 UK 一段時間他打掃上店家有一個手工報理的大尾 老闆噴火腸到後就開始創作 雖然運動監管 但是他的動作很快就完成一支 最特別目前台灣最特別就是這一支 最夯的 這支市面上你們看不到 這支叫做馬上有錢 這是他的技術 這是他的技術 銀角才可以把它剪在裡面就對了 直接壓著 這有錢的痕跡 因為每一項都獨立無二 完全超級製造 尤其是國食國營的動物造型 每一項都非常可愛 怎麼樣 很可愛的 很可愛 喜歡嗎 喜歡啊 所以才會買 那你買什麼樣的造型 老闆兩支給你挑 這支比較大支 你繼續挑手工的 價格一樣 就是你為什麼會將這個行業 小時候看家裡的師傅在做這個行業 看起來很漂亮啊 已經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小時候看到很漂亮的 看師傅做是這樣學 慢慢學到的 這行團統的手工業的技術性 非限性都很高 所以沒什麼人要學 因為家族經營工廠的關係 家鄉對這門藝術的虛艾 所以在一塊錢來分享手機 你薄工廠你看嘛 他要花車嘛 要小姐的費用嘛 薄工廠的超成嘛 你們客人的錢都是在薄工廠 不是在那一間的藝品上面 所以我在這裡 我現場表演 我只要工資我不要利潤 你們客人工資給我是正常的 我利潤給你們 工業師施燕棟表示 手工幫你是一行活路的工業 他的作品只向客人來收工廠 不是賺錢 他說看到作品有客人教他 就真有心就感 記者煩很昆插給報告